汽車教授 職人洗車用品專賣 Ultra Dash S3 地表最強行車記錄器 Hello 大家好 歡迎收看這期的 老司推車來了 我最害怕的牌子 是物理上的害怕 心理上的害怕 都有 看到這個車 你知道讓我想到什麼 肉圓 想到我跟阿呆的肉圓之旅嗎 感中脆啊 呵呵呵呵 2022年的 Rand Rover的Range Rover Evoque 來啦 我們這是P250的版本 當初有幾個版本 P200 R Dynamic S的話是219萬 再來呢還有232萬的版本 Collection的版本 再來就是262萬的P250 R Dynamic S1的版本 就是我們這台 262萬的版本 這個車呢 我在這個行業20多年來 我應該是第一次 所以對我來說算是 嘗鮮跟開箱 所以如果有車主 還有我有講錯的地方 大家在下面補充 我是真的不懂 因為這個車呢 我也沒有很想懂 呵呵呵呵呵呵 在我小時候啊 長大的歷程當中 給小師的感覺 品牌形象 給我一種很難照顧的一個感覺 有點嬌貴的那種感覺 其實英國車都是這樣 可是這幾年來 好像路上能見度真的是滿高的 是不是它賣給塔塔集團以後 大家都覺得是不是 變成印度車比較好照顧 會是這樣嗎 要不然為什麼突然就變多了 而且在台灣以前是車商 聞風喪膽的車之一 以前我的那個 在別人那邊上班的時候啊 車行對面有一間 專門修ROVER的車子的車行 它光靠ROVER的車啊 賺版 賺到退休 你知道嗎 一台車引擎進來大修 那時候那種discovery那種 進來一台大修都30萬起票 所以那個很多車商啊 以前對這個車 真的都蠻排斥的 那今天呢 我們就第一次 近距離的 來開箱一下這個 Range Rover好不好 首先來開箱一下它的外觀 進氣孔假的 它連洞都沒開 它就是兩個飾板而已 聽說它只有一批 那個叫做什麼啊 限量版的 金裝版的 才有矩陣式頭燈 其他的就是一般的LED 燻黑的頭燈而已 那它的頭燈做的蠻細的喔 這個如果照一些其他 日本車韓國車的做法 頭燈做那麼細的時候 感覺下面要做一個很大的霧燈 有沒有 你有沒有這種感覺 不做它會覺得怪怪的 欸這進氣孔也假的 它所有的孔設計的元素 都是這種波浪狀的 有沒有 跟它的水箱護罩 跟它的這個下氣壩 一樣 都是做這種波浪狀的 這個波浪狀有點像浪板 小時候家裡 烏岩的那種 塑膠浪板會這樣 它這做的有點像 波浪狀的浪板 它最有名的就是 前面的這排制了嘛 Range Rover 所以有一些 瑞斯有沒有 會把Toyota貼在這裡 我不知道你們有沒有看過 還有那個 Outlander Outlander 對 有把貼在這邊 那應該它就是鼻祖了啦 舊款的時候就有貼了啦 那中間這兩側呢 各有一個前方的雷達 中間有一個攝影鏡頭 還有它的左下方 氣壩的左下方 有一個這個叫做 跟車的雷達 啊下面呢 它的浪板都是做這個 黑色鏡面 鋼琴烤漆的 Lenover它本來就是在設計 越野車著稱的 所以呢你會發現呢 它的這個車頭啊 會有一點的上揚的感覺 保險桿都會做內收 因為這是那個 路坡角 要增加路坡角 所以它會做一點點 上揚的感覺 它側面呢 也做了一個 亮黑色的飾板 還有它的車側 側裙 都是做黑色亮面的一個 鋼琴烤漆的飾板 人家越野車都沒有做 防掛材質 不要再叫那個 防掛材質了 那就是塑膠原料 那大家省錢 取一個名字好像很屌 那個就是塑膠原料沒烤漆 那根本就不是什麼 防掛材質好不好 我們就直接講說 那就是塑膠不可慘 呵呵呵 真的那是塑膠原料嗎 省錢不烤漆 人家這麼貴的車子 262萬對不對 然後呢 人家也是越野著稱吧 人家都沒有用防掛了 啊你一堆國產車 防掛材質要多多有多多 那不是省錢那是什麼 你跟我講說 因為這樣比較有 越野的氛圍 不要再講那麼好聽好不好 好那就是省錢 235 50 20 嗯蠻大的 然後輪框就數字狀 中規中矩 我覺得這凸出來真的很醜 先把它收起來 痛出來就是不協調 收回去了 攝影鏡頭 後照鏡也有 欸我聽說這裡也有啊 啊拔掉了 你知道這款的這裡有一個鏡頭 啊那邊要送哪裡 應該是數位後照鏡 所以它這台數位後照鏡應該是沒有的 這台是有閹割版的 本來它這裡有做一個數位後照鏡 所以這台沒有了 然後這裡有黑化的四條 所以你看它全部都有呼應喔 包括它的車頂 腰線以上 全部都黑的 你有沒有覺得這很像放大版的mini 除了說這個腰線以上全黑色以外啊 它這個側面的窗戶啊 是越來越小 mini也是這樣 你有沒有發現 收到這邊窗戶是像一小塊而已 好大家講 後面兩個框框的 這個煞車燈 這邊有第三煞車燈 一條 藏在尾翼 然後你看尾巴也是往上收的喔 這就是什麼 離去角 然後應該有這個 這個 就是有 拔掉了喔 還是因為你鎖我們的 會嗎 你手上拿了兩袋家樂斧 你要先解鎖再踢這樣 你敢說我不敢信 應該淹掉了 沒有 應該是淹掉了 腳踢應該是淹掉了 比我想像的小耶 靠腰 這跟Kiss差不多耶 好 蠻小的 旁邊有兩個襪勾 左右側 好 底下是這個 保麗龍 跟補胎記 反光牌 後面呢 全部都有直上龍毛 包括這個板子 板子也是屬於比較厚的 我不知道是塑膠的材質 不過蠻紮實的 好 因為262萬的車 英國以前什麼 英國皇室用 如果它要承襲傳統 雖然已經 塔塔集團的車子了 如果它有承襲以前的傳統的話 好 用料上面 應該要蠻不錯的 好 後面呢 裡面的四蓋 全部都用黑色 包得緊緊的 所以這個我連要看 膠條都不容易看 螺絲全部都封起來 只要看螺絲也不容易看 來 我來看看後座可不可以打平 是不是一樣的 這樣算不算平 斜斜的 翹翹的 被坐定壓著 有點斜斜的 中間也可以單獨 拿東西 後車廂滿小的 因為它這個 好像是他們品牌裡面 體積最小的一個車系 你發現英國很喜歡用 用什麼漂浮式車頂 都是英國車 它後面這樣有沒有 越來越小 mini 然後那個叫什麼 還有那個專門在賣歐洲車的 那個叫什麼 SWIFT 它是因為英國的帽子還是什麼 什麼禮帽之類的 禮帽之類的 我不知道啊 我現在知道 車要怎麼樣做會像英國車 就把車頂這樣 像洋蔥一樣 你知道嗎 那個洋蔥 他的朋友說 阿文 阿文 還有那個泳澤 上面這樣縮起來 就會像英國車 其他車很少會做這樣吧 Jagga沒有 Jagga也是英國 Jagga沒有 反正你要做得有一種 英國風的感覺 做得像T型一樣 就會有一點 然後再把這個腰線以上 全部都弄黑的 對不對 類似這樣做就好了 軟塑膠 皮 皮 軟塑膠耶 都沒有硬塑膠耶 這裡 硬塑膠只有這裡而已 記憶電動椅一組 你那邊也是電動椅嗎 對 雙電動椅 然後記憶只有一組 你如果是R版的 就有R Dynamic的 銀色的門檻 椅子的部分 剛剛有坐過 其實蠻柔軟的 那駕駛座 有高低 前後可調的腰靠 方向盤呢 它的調整 電動調整的開關在右邊 所以跟上次的F-PASS是一樣的 上次F-PASS是機械式的 有一個圓孔在右邊 我以為是iKEY的那個鑰匙孔 那發現那個是一個預留孔 如果說是手動的 它就會做一個手動的開關 那如果電動的 它的一個操控的棒子 就會坐在這邊 那就是高低前後四項可調 電動的可調 好 我先把它發動啊 好那還有第二個 我覺得很炫的地方 一發動 天窗自己打開了 只要我設定是開的狀態的話 有嗎 我剛剛發動後再自己打開 第二個你看這個 控制鍵 現在是黑的對不對 發動 很少見 這個一般的就是燈而已 不起了 它把它設計在這邊 全按 你熄火的時候呢 全部都圖案都是看不到的 發動以後 燈會全部亮 那方向盤偏細喔 然後它是用兩種材質 接合的 它這個是閹割板的 所以它左右兩邊是這個 指針式的 那如果是閹割之前 應該是全液晶的 然後配有抬頭顯示器 抬頭顯示器有檔位 時速 還有路排的限速 跟你的 跟車的一個資訊 中控台這邊都是軟質的塑膠 而這個軟質的塑膠 我覺得做的也蠻有質感的 畫面可以靜拍一下 我覺得這個材質 比較少在其他車有看到 這種有點像 噴砂的那種顏色 粗粗的顏色 消光黑 然後噴砂會有一點點 3D的粗糙材質 黑天蓬喔 我如果沒記錯的話 沒說錯的話 應該 之前這個應該是幾皮的 應該也是 換過材質 方向盤我覺得有點偏細 然後有方向盤換檔快波 冷氣呢 也是鋼琴晶面烤漆 搭配銀色的飾調 那我覺得螢幕蠻小的 螢幕大概只比我的iPhone 大一點點 螢幕是可以 躺下去站起來的 下方呢 它設計了一個 液晶的 空調的面板跟行車資訊 Auto Hold啊 還有你越野的一些資訊 地形反應啊 泥泥地面啊 沙地都可以做選擇 還有Auto它可以自動偵測 地形的反應 那這邊就你的車輛角度資訊 山水綠還擺130的東西 然後你是朝北 66度 朝北的意思是車頭嗎 我哪知道 走程 北北東 我只知道南風南 北風北 看人家北風北要連樁了 呵呵呵呵 我哪知道這什麼啦 我沒有越野啊 這個地形的 這個有在越野就知道了 反正就是有些四城市的資訊 可以在這邊 你有在越野的人 你可以看到蠻多資訊的 這個我真的不懂 我們不要說太多會被吐槽 呵呵呵呵 下面有一個小小的置物空間 那排檔桿它的設計就是這樣 這旁邊是什麼 沒有用喔 旁邊就是一個飾板而已 哇 欸 這也蠻特別的 它的中央扶手是 兩邊單開的 也不是對開的 對啊 它不是這樣 一般那個賓士是貝蛤蟆 我說貝蛤蟆 它這個是兩條的 蠻有趣的 然後裡面一樣這樣 還有一個置物空間 裡面有紫龍毛 那我覺得椅子 你如果還沒坐上椅子 你看它背的樣子 你會覺得好像蠻硬朗的 可是事實上坐起來 我覺得椅子的支撐性很好 它這個沙發椅 我覺得是舒服的 坐感是軟的 但是你的支撐性是好的 我覺得它這個椅子 我給蠻高的分數 來我們來看一下它後座的位置 這是有開車的 誒 後座應該不大吧 這車不大 對啊不大 開度對我來說好像 有點窄 你看我這個要上去不好上 它這個 有沒有我要 我要縮骨弓 我要稍微縮一下 我才可以進來 對啊它這個有折下來 你知道嗎 一般門框坐到這邊來 但是它有折下來 所以它的門縫變小了 所以我進來的時候要稍微屈伸 前面的距離還OK 我們四捨五路 我180公分 我駕駛習慣 椅子會稍微比一般人要推一點點 後面我覺得空間以180180算是足夠的 後面的坐姿算是挺 你如果真的要靠著坐鞋是算蠻直挺 後面有後座出風口 還有一組的點焰器 手上鎖手兩個背架就標準 玻璃很大電 大家是不能通風的 採光玻璃而已 這寫什麼 這是一個牌子嗎 應該是吧 應該音質蠻好的 你聽覺得音質不錯 音響應該還不錯 沒有隔音好 音質就贏一半了 我自己覺得 好不好 那這個後座 可以載人 算一個中小型的房車 我覺得 內部的空間 以我們看它的外表 比我們想像中的來的小一點 因為它外表看起來 不像裡面那麼小 好啦剩下就開一下 我們上路去試一下 這開起來 這車到底厲害在哪裡 那它會不會留言說 你去越野 你越野 好不欸 路上開的那些每台都要越野 路上開麥拉倫的每台都在 跑賽道 都要跑賽道 騙校的 在Inpressa 每台都去走拉力 對不對 出發 發意金庫 世界無敵大美女徐海莉 幹為什麼我的門把還沒收起來啊 我覺得這樣很搓欸 是不是要鎖門啊 我現在 喔有了 鎖門啦 鎖門啦 它那個tone出來有點 不好看 Lover這個品牌 這個叫做 我們應該叫做Landover這個品牌 Landover這個越野車品牌 我只有在 我真的我覺得 我也蠻屌的 我知道在很久很久以前 剛進這一行沒多久的時候 開過那個叫做FREE LANDER 那時候1800手牌的 在這個二手車的 這個行業的過程當中 就零零星星開過幾次而已 剩下我幾乎是沒有 開過這個車子 好 我就很零星的開過幾次FREE LANDER 不過我相信那個跟現在 應該是沒辦法比 欸 同學欸 怎麼那麼剛好 還是這車真的外面有那麼多 而且那台車有黑化欸 全部都黑化 嗯 然後我曾經有擁有過 但是我覺得那是不同品牌了嘛 就是Lover 220嘛 跑車的樣子 小時候 還有我進入這個行業以後 對這個牌子真的沒什麼好影響 大部分都是要花很多錢維修 然後毛病很多 然後修起來很貴 然後進了這一行以後呢 這個在同業之間 大家流傳的也差不多都是這樣子 很少很少會去碰觸到 這個牌子 雖然近幾年來好像 蠻多人買的 路上能見度提高了有沒有 有一陣子 甚至還賣到要缺車 要等車 疫情那時候 晶片缺那時候 缺車都是要等半年以上的 那時候欸 覺得好像有一點點比較熱絡 我也不知道在紅什麼 甚至有很多明星啊 還有那個 有些車評也有買這個車子 但是呢 我又遇到了那件事情 之後呢 我就更下定決心這個牌子 哈哈哈哈 不要碰嘛 少碰我一秒 對啊 那不要碰我就沒事了啊 對不對 雖然這個 我們先與其不認那個事件 但是你有沒有想過 那個事件的本質是什麼 它屌恰在高竹東路 對啊 好 所以怎麼好像感覺 對這個品牌 還是會有一點怕怕的 那我是不知道 這個可能有很多車主 可以在留言區 跟我們分享一下 畢竟我真的也是 20年來 第一次來試 而且我覺得它這個 現在已經跟這個 後來賣給那個什麼塔塔 我告訴你 你有沒有發現 這個所有的引擎的動力形式 跟E-PASS是一樣的 P250 有沒有 還有P200 你去查那個Jaguar的引擎的輸出 也是配置 一樣它也是用R-Dynamic P多少 所以它們是相同的底盤 跟引擎跟變速箱 它們叫做PTA PTA底盤 開到現在啊 最有感的 當然就是它的隔音 隔音非常的棒 欸這個車啊 因為以前這個牌子 以前啊 是那種英國貴族在開的 它會紅嘛 黃色用的 黃色在開的你知道嗎 我還真有一種說不上來的感覺 就是開起來會有一種 優雅的感覺 它的加速啊 然後它的隔音啊 它的底盤啊 整體的感受 乘坐的感受啊 還真的有一點點的那種 從容不迫的感覺 我不知道這感覺怎麼來的 它這ZF九速的變速箱 ZF的變速箱應該基本上 問題不大 然後這個是249P 當初這個250的是這個R版的 就是性能版的 37.2公斤米的扭力 這個之前出名 應該是跟那個叫什麼G-Cars一樣 它們會有名 應該除了英國的皇室以外啊 應該是那個越野 對 你在很多電影裡面應該也看得到 我在感受它的避震器啊 它避震器還蠻升級的 我還說不上來它是硬還是軟 不過怎麼覺得它的 再加速會有一種 渦輪磁質感啊 它這個四缸250P 是高增壓的版本 它除了引擎的調校 近拍器也不太一樣 然後我們今天開的這個 也是算是閹割版的 閹割版 閹割掉了全液晶的儀錶 兩側邊的指稱 那時候二二年的時候 就是說什麼缺晶片的時候有沒有 我們在二二年的嘛 Civic是不是差不多那個時候上市的 差不多 對不對 那拔盲點嘛 缺晶片可以拔好多東西喔 你有沒有覺得 然後也拔掉了數位後照鏡 但我不喜歡那個中央電子後視鏡 因為我覺得沒有真實感 第二個 遠鏡抓不太出來 然後第三個容易因為明或暗 然後會影響到你的感受 白天跟晚上會有視覺上的差異以外 還有一個就是那個叫做下雨天 你會擔心雨水的遮擋 我不喜歡那個電子的原因是這樣 反正它就是閹割掉了 還有閹割掉一個叫做什麼水深的偵測吧 這很屌喔 它這個本來就是在做越野車的嘛 號稱啊可以涉水60公分 我們最近不是剛好前一陣子 中南部淹水台風 所以只要預測一下 60公分以內它就是可以涉水 它這個本來就是在做越野車起駕的 有名啊 它出名的地方是在做越野車的 那我覺得它這個底盤喔 做的蠻Q彈的 偏舒適喔 但是我覺得又帶有一點點的支撐性 我們等一下上山路再來測一下 但基本上我現在 ZF雖然它換檔蠻順暢的 我覺得ZF就是要重踩 你如果在輕踩的狀況之下 你會很明顯的感受到 那個換檔的一個頓底 有沒有 會有一個衝的那個 忽然 我踩下去忽然停一下 然後拉出去 我剛其實一直本來很想要 給它一個名字說 我整個開起來感覺 有一種歐洲的Lexus的感覺 我開起來的感覺 第一個油門就是很柔順 然後隔音不錯 然後乘坐的感受就很舒適 那我第一個感覺就是很像 歐洲的Lexus 可是我又發現它沒有Lexus這麼軟 Lexus有時候會偏喘一點點 所以我剛剛有感受懷疑了一下 來 支撐性的測一下 我覺得它支撐性比Lexus的車子好一點 就是NX RX 我覺得避震性更負運動化一點點 對啊 支撐性還不錯 還不錯 對啊 沒有側景喔 0到170.5秒 如果是200P的0到100是 8.5秒 差1秒 我記得差1秒 好 那油耗的話呢 8.4 11.6 14.7 我覺得後勤啊 後勤 這個車嗎 很多車都是不錯的車子喔 把後勤照顧好 其實都是可以買的車子喔 但我覺得這個後勤 還是要把它照顧好 這個牌子 還不錯的東西 但是現在應該已經比較少那種 英國感的 現在很多車都這樣喔 上次加格還是這樣 不錯耶 身體還滿正的耶 側景不大耶 見鬼 而且它椅子包得不錯 而且它椅子滿軟的喔 我是有一點點懷疑啦 就是它坐起來其實剛剛 高速公路啊 或是在市區啊 過坑洞啊什麼 其實滿舒服的 所以我一直在想說 這個車應該就是偏軟吧 然後我到了山路 我發現沒有耶 怎麼會這樣 不過怎麼才50幾個車 乖了 輪胎不太好 輪胎不太好 還是輪胎尺寸太小 台幣太厚 現在輪胎很敏感喔 很重要喔 輪胎很敏感喔 不要隨便提它輪胎 阿呆會有PTSD喔 講到輪胎尿就剩一點出來 小環景喔 真的滿小的喔 嗯 細細長長的 真的滿小的 好啦我是Broadman的時候 還是跟你講 Broadman是大一點 滿小的 然後小環景 車子是透明的喔 所以它有透底耶 它可以看底部耶 看底部是什麼意思 就是越野車有時候 它看底下面有那個石頭什麼東西的 所以它下面有攝影機喔 應該不是吧 那我如果 我們前面有這個咧 它看得到嗎 現在就知道 好的 它下面我們這前面會有一盒一盒的嗎 嗯 看 欸真的有啦 有底部耶 看好屌 欸 有底耶 欸有底耶 有沒有 但應該不是攝影機 不是 是吧 喔還是它拍 拍它不可能啊 用AI算出來的啊 不啦 那你在水裡 你怎麼算 就是它經過嘛 那它可以 水裡有雨它拍得到嗎 不知道 你有沒有看那個 前一陣子的那個高雄淹水 然後有人就去 泡水車到去修理 然後那下滬板一拆下來 裡面一隻魚 活的嗎 死了啦 喔 你沒有看到嗎 沒有 它那下滬板一拆下來 裡面很大喔 這麼長喔 下滬板一拆下來 修理廠師傅 兩個在那邊拆下滬板 螺絲拆 拿下來上面一隻魚 真的限時發生的 沒有在開玩笑的 欸很屌耶 可以看底部耶 好啦 觀眾朋友在跟我們分享 這個到底拍不拍到魚 還是用AI算的 我知道你講的 就有點像B&W 它是AI記住你進去的路 所以讓你退出來嘛 對啊 對不對 不知道它這個是 是靠下面的攝影機 還是說 它記住你剛剛走的路 它記住你剛剛走的路 喔這個真的蠻酷的耶 你覺得這個車值260萬嗎 用料是好像還蠻不錯的啦 至少 呃怎麼講 我覺得比起一些德國車來講 多了一點細膩的感覺 德國車感覺會比較大啦啦的那種 要粗曠一點 對 有那種粗曠的感覺 德州的感覺 德州什麼都大 你有沒有聽過 就是一份一點東西都很大份啦 就德州只要什麼東西 都是比人家大的啦 一個男的在酒吧就 在吹嘘自己的性能力啦 說我德州來的 然後意思就是他大之類的 然後就一個女的就說 就不信啦 就試試看啦 就試完以後 那男的就垂頭上記的出來 就說啊怎樣怎樣 那男的就說 那個女的也是德州來的 你沒有聽過這個喔 沒有 德州什麼都大啊 反正我覺得他做起來 還是給我有點感覺啦 這歐洲裡面的Lexus的感覺 值不值260萬呢 我覺得就讓車主啊 跟消費者自己去感受啦 那至於說 他的某一些 也許他的某一些價值 是體現在他的越野能力上面 那這可能就超出我的理解範圍了 如果作為一台平常使用的車 我是覺得他做起來是可以是舒服的 但我覺得我對於他的引擎比較有意見一點 速度蠻快的 但我覺得他的那個 再加速有時候會給人一種 銜接不是很順暢的感覺 給我的感覺是這樣 像我想到了啦 那個很多人有明星啊 什麼很流行的是那個什麼Defender 裝樓梯啊什麼的 好像開Defender就是 社會經營 以前是很流行Gcar嘛 就是你去露營區對不對 開個Gcar就哇 感覺就不一樣嘛 現在是Defender 然後開進去 哇 這不是來露營的嘛 這根本就是來這個 底裝備的 結果把芒果開一台當S 那我們這台是2022年的喔 它的里程是14000公里 兩年開1萬多嘛 也謝謝我們阿森 也多虧他 我們才有機會試到這台車 它新車262萬 我們本來開價是199 但放到現在應該兩個月有了吧 勢必就是太貴了 得降價了 代表這個60幾萬的價差是不夠的 第二個是這個車沒有那麼夯的 那第三個有可能因為它閻割板 有些人會覺得配備比較少 這我就不曉得 市場取向嘛 我們賣不掉 我們就降價 降價賣 好不好 如果有興趣觀賠朋友 可以到我們官網去看一下 它降多少 那車子基本上呢 只有錢包來考戲過 好像影片也有拍到嘛 對不對 出保險 好 考好了 它的那個油錶啊 油亮 水溫也好小喔 老花眼看不太到 那我們去配老花眼鏡 要怎樣 要怎樣 再來我那個手機的字體 都要調大的 會不會 奇怪它這個ZF9速的變速箱 在我的 不對 可是ZF8速跟ZF9速不應該差太多吧 我們在開那個ZF8速那個冰霧箱的銜接啊 超級無敵有夠 順暢 有夠順暢的 然後這個9速這個怎麼會開起來就是 會有鈍鐵感 奇怪 它其實抑制跳動也抑制得很好 你覺得它有空空 可是你身體其實沒有什麼 身體沒什麼在動 身體沒什麼感覺 一般其實真的做得還不錯 可是它一般的越野 也不是說這邊要做一個把手嗎 我記得基米也有做 這個連上面都沒有把手 對啊 它沒有把手怎麼越野 四格都沒有耶 對啊 為什麼 那要扶哪裡 對啊 Flower 對啊 怎麼會這樣 越野屁啊 阿丹要澄清一下你是運動瘦的 不是 不是客藥 因為看一眼阿丹的眼神有點怪怪 它是不是客藥變瘦 我跟妳講阿丹買不起藥 阿丹的薪水買不起藥 車都沒錢修了 怎麼買得起藥 拜託 人家是這個控制飲食運動 對不對 好啦 那今天跟大家分享這台2022年的 Lanova Range Rover Evoque P250R Dynamic 跟大家分享 喜歡我們的影片記得訂閱留言分享 開啟小鈴鐺 那我們就下次見啦 我還以為是像老師來師一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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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翻出來 對會翻進去蓋起來 我想說 就這樣倒進去再還有什麼 我們以前那個什麼就可以了 阿丹PIN就可以了 阿丹PIN的那個面板它就可以 還可以調咧 你要這樣 這樣 還可以調 阿丹PIN你知道嗎 對啊 我還可以找到 對 阿丹PIN 啦 阿丹PIN